小人一道顶铁 这首心中一条花 小人一道万里 心中是孤狂 一首自创的《青春之约》 道出了台湾阿美人赖淑珍 登陆逐梦的内心写照 2017年 怀揣创业梦想的赖淑珍 告别台湾花莲 跨越海峡来到大陆 本科学习计算机编程专业的她 本想在深圳落脚 但与台湾相近的人文气息和生活方式 最终让赖淑珍选择留在厦门 厦门离台湾比较近 有小三通 然后我就先来厦门看一看 然后来到厦门之后 就发现厦门的风俗民情跟台湾很像 然后又是讲米南语的 那我就觉得非常亲切 所以我就留在厦门 然后在这边想要说去做创业 出到厦门的赖淑珍 并不觉得陌生 一下子就融入了这里的生活 当得知厦门辖城城黄庙 是台北辖海城黄庙的祖庙 了解数十年前 台湾先后捐资600多万元人民币 重建辖城城黄庙 赖淑珍颇为动容 原本从事文创产品设计工作的她 依然来到辖城城黄庙所在地 厦门集美后西城内设扎根 同时寻找两岸青年伙伴 一起帮忙振兴乡村 期间他们也和当地居民逐步融合 其实这边的阿公阿嬷 对我们真的很好 因为我们每次加班 就是加点到很晚 或是隔天很早起来 其实他们就会出其不意的 拿东西玩你的嘴里塞 就是他就会拿柜啊 或是他们做的那个春卷啊 还有一些红菇柜啊 这些东西就是有特别节日 或是他们刚好有做 然后就是多做我们几份 然后就是常常就是我们可能下午 然后我们在这边忙的时候 然后他看到我们有走出来 然后他就说 哎 要不要来泡茶 喝一下茶聊夏天 经过数年的持续改造提升 城内设焕然一新 增添了几分青春活力 与乡土文化气息 赖淑珍还与合伙人创办公司 带领两岸青年大学生 运用各种媒体形式 挖掘村史 谱写动听的村歌 同时打造多彩的黑猫基地 设计各种文创产品 吸引越来越多的人 走进城内设 在创业打拼中 赖淑珍携手小伙伴 参与改造后悉城内设 还经常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 为城内设的经济复苏 和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活力 赖淑珍计划 在两岸招募更多年轻人 携手传承悠久厚重的共同技艺 从今年开始我们就会开始去营造一个叫做村集体经济 就是透过我们跟这些认识的阿公阿嬷或是一些年轻朋友们 然后就想说我们去打造一个村集体的经济的一个项目 然后让这边对这样有兴趣的项目的年轻朋友或是阿公阿嬷 你都可以投入到这里来 然后我们形成一个不一样的 让这个村集体经济能够一直长销在这个村子里头 闲暇时 赖淑珍常呼朋引伴载歌载舞 她喜欢厦门乡村生活 这里朴实热情的街坊邻居 传承数百年的城隍庙信仰 乡间泥土的芬芳 都让赖淑珍回想起 小时候在台湾和奶奶住一起的悠悠岁月 泥土的芬芬芳 雪儿的里 藻子里 不错的小香 阿嬷的神仪 把耳时的歌 唱给你听 丑花里的